每天溜好吃的时候,十四在干嘛 只有给大家看看 他会特别委屈 像一个老邓一样 在这里看我溜狗 看看今天注册意咋样 航车停这儿了 洗手间 这是一个驿站 小亭子 非常冷清,根本没有人 给大家看点不一样的 今天我们准备 在户外把多子之上 咱们在这儿 外面的亭子里吃一顿 我这个左手边那块 有几栋楼 是精准扶贫 给那个贫困户盖的楼 里边应该是住满了 我看人挺多的 你想想我做的这胡萝卜盐入味了吗 嗯 还有这个 拿醋盐的胡萝卜 安静,太安静了 像这个顶着震的腊肠 我跟你说 就这自然条件 你不出来吃饭可惜了 关键它没有苍蝇 没有鸡小飞虫 完了咱们外面做饭 你看 咱们外面吃吧 太熟了 咱们可以搁这儿 帮我供我喝个茶 而且这会儿呢 温度不是很冷 20度了 我说呢 种的好多呀 就这么一点 我帮他种 啊 这是要做做那个做粉的吗 对对对 啊 木薯淀粉 不是做成那红薯粉 然后他可以跟芋头包芋饺吃 也可以做粉条 嗯 嗯 我们现在往那个 古镇去 国家历史文化名镇 看这镇上路障都是莲花的 古 镇 古镇 步行街 这些古镇步行街 这几个字是 这庙会通知是吗 对对我没有记住 2023年9月22日 很久以前了 你看看这个 哦 这种大字报很久都没有见过了 这在人家门口有个古镇 古镇是南宋建延二年白居易十一十四温 还有水吗 应该有水 但不知道为什么里面都是垃圾 我说全是垃圾 很遗憾 全是垃圾了 全是垃圾了 它如果还是被再被用水的 可能会珍惜一下 比被用水的这个功能消失 它就变成一个藏物拿购的地方 这次房车偶然经过这个古镇 来自之前没有做任何功课 直到来了之后 看着这些非常古老的建筑 才心血来潮去搜一下这个历史 结果就发现这个古镇的历史 真的非常悠久 它最早可以追溯至南宋绍兴八年 并且这个地方它自汉唐起 就已经有商人在当地做木材和联子生意 所以说这块商业化形成的就比较早 所以就被视为是江西境内一带一路的经商起点站 留在这个镇子里的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客家人 有很多客家祠堂和祖庙 并且这个地方没有经过任何的开发 可能有过开发的念头 但现在我们能看出来 也没有说是正式的去提借日程 这个古镇成为了少有的不销门票 还有原汁原味的一个古镇的形象 以前古镇它还有了一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就是世界最大的廉池 这是以前古镇2016年创下的世界记录 经过第三方测量认证后 廉池面积占1624.88亩 也就是1.08平方公里 获得了世界最大廉池的称号 美中不足是我们没有赶上荷花的花期 但是在空中的视角 依旧能看到这莲花池的壮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